能够让男人不变心,不只要有美丽的外貌,还有以下四点 现在是经济社会,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我们常说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留住男人的胃 其实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种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一,会打扮 我们都知道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不仅要靠自己天生的美貌,还要懂得去如何装扮自己 很多女人在结过婚之后,她们都成了家庭祖父,穿而使自己变得很狼狈 30岁的年龄,却把自己打扮得像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一样 这让男人看见你就会觉得很心烦 而那些人,60岁的女人,她们仍然会打扮得很漂亮 这就能够让男人下班回到家,看到你都觉得心情很好 所以女人一定不要懒惰,都说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她们往往都觉得,反正自己结过婚了,又不怕没人要了 其实很多女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往往就是因为她们这种想法简单,却酿成自己的男人 在外面早小三小四,冲而背叛自己,使她们婚姻导致失败 二,懂生活 都说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那么女人就要学会懂生活 所谓的懂生活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不要让自己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 这在男人看来觉得你这个女人生活的很枯燥乏味 一点情趣感都没有 所以女人一定要在结过婚之后 每天都要让男人觉得有新鲜感和刺激感 不要每天在家里做一些反反复复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你今天穿这件衣服,明天可以换另一件 或者是换一些发饰等等 这些都叫做所谓懂生活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只要生活的简简单单,平平淡淡 这样就能够使两个人婚姻走向长久 其实他们往往这种想法 大多酿成很多家庭悲剧的发生 所谓懂生活 要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时不时制造一些小浪漫 和自己的男人出去约个会等等 这样就能够让男人对你形影不离 三,在外面耿足男人面子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男主外,女主内 所以家庭中很多繁琐的小事情 都是交给女人去打理 而男人只负责在外面如何挣钱养家 让自己老婆孩子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 可是如何懂得让一个男人对自己不变心 那么首先一个女人要学会在外面 给足男人面子 不要损伤她的尊严感 我们都知道很多夫妻在外吃饭 或者是游玩的时候 总是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对男人动手动脚 在很多人面前 对男人动手动脚 这样很伤男人自尊心 从而觉得你这个女人一点都不懂得关心她 所以女人在外一定要给足男人面子 回到家之后 不管你和她大吵大闹 她都不会去和你计较 这样才能够留住一个男人 四,说话有内涵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女人 她们性情很直爽 不像男人一样绵绵点点 女人往往有什么心理话 她们都遮不住藏不住 都会第一时间说出来 这样才能够使自己心情变得很好 可是如果当你和你的男人在外面的时候 你因为说话粗暴一点 就会导致你的男人 觉得带你出去很丢失他的面子 所以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一个女人要学会懂得知苏达理 文文静静的在外要懂得 如何去把话说得委婉一些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话太直接 很伤别人的心 有时我们自己也觉得我就是这个性格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往往都是这种粗暴的性格 而导致很多亲人朋友 都远离你 所以女人一定要学会懂得说话委婉一些 如果以上这试点 女人们做到了 那么你的男人 他们一定会对你很好